汪小菲近期趁的中国儿童节 跟儿子和女儿一起开直播团聚 当时在直播中吃起自家品牌 推出的面食产品 没想让儿子当场完全不给面子 直呼有个屎味 来看一下当时情况 好吃吗 有个屎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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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儿子在直播中 直呼产品有屎味 吓得他赶紧制止儿子 并且解释这个叫做孜然 随后也叫女儿过来吃一口 过程中汪小菲从头到尾 都非常小心 不让小孩在镜头前露脸 只要孩子冲到镜头前 就会用手遮住非常保护孩子 而这段报效互动 现在也在网路上疯传 不少人说看得出汪小菲 真的很疼爱小孩 也有人说小孩天真浪漫 同言同语 很真诚 很可爱